看到拍卖这家和便宜的社品及用品 很多时候抵不住 营幼买回家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及时需要的 有时因为时间太久反而浪费 一次又一次重复反思过失 但又发不起真诚的忏悔心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烦恼稀奇很重 那真正修行 我们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过最简单的生活 三一一搏 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他为什么这样做一辈子 就是交往过某方向 没有必要的东西 你何必收藏那么多 用不住的东西 为什么常常买回家 所以常常想到佛菩萨 想到祖师大大的限制 生活简单 越简单 越简单越好 你心里头没有挂爱 心里头没有怀疑 没有顾虑 没有挂爱 你的心就清净了 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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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道相应 清净心修行 功夫容易得力 佛法将得力 就是得三美 开智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